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佛弟子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诞生了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由政府行文颁布的佛陀日 这对于无数虔诚的佛教徒来说这是极大的荣耀和自豪 当天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格瑞市长亲笔签署并且发布文件 正式将2011年1月19日这一天定为HH第30多节枪佛日 格瑞市长号召所有人向拿摩第30多节枪佛致敬 为了庆祝纪念这一殊胜的节日 每年的1月19日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寺庙、道场、机构 都会举行放生、赈灾、救济等等慈善活动 以庆祝纪念HH第30多节枪佛日 以示恭敬佛陀、十方诸佛 根据佛教正规的认证制度 那摩第30多节枪佛是佛教士祖宝身佛多节枪佛的真身将士 是全球佛教界各大教派公认的佛教最高领袖、世界佛教教皇 世界上的许多大法王、成就者们以及国际知名人士都是那摩羌佛的弟子 那摩第30多节枪佛虽然身份地位高贵 但是他的一生却始终把众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总是以惭愧行者、众生的服务员自聚 那摩第30多节枪佛的智慧和慈悲 包容所有的种族、民族、文化和宗教 为所有人带来善良、和平与平等 无论走到哪里 那摩羌佛的谦虚与慈悲都能给人们带来团结与友爱、温暖 1995年 那摩第30多节枪佛从中国大陆访问台湾时 台湾人民自发地给予那摩羌佛震撼式的欢迎 2万多人在机场迎接由摩托警车领队的1700多辆车的车队 从机场护送到旅馆 这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欢迎盛会 那摩羌佛在台湾只有短短的三个星期 以将为国将军为首的许多高级官员 摆那摩羌佛为师 标态要学好那摩羌佛的崇高伦理、人文道德和思想行为 那摩羌佛还应邀参观了台湾同乡会 教导大家饮水寺源 两岸一家亲 为祖国和平做贡献